EV 懷人 Peter 爸爸 粉果 上衛 阿俊 點子冰冰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點子冰冰 先學一下阿芬 用視像的形式做這集 為甚麼呢? 因為今年電子冰冰團隊懶惰 以及Benson也不願意跟我們做賽後回顧 但我自己都覺得歷年的賽後回顧 其實如果用聲音版本的話 有些資訊大家都未必可以蓋得到 所以既然是這樣 不如試做一集視像吧 如果EV 單機一個 怎麼都不會只做一線隊 大家都猜到的 應該都是女子隊和青年軍的回顧 所以事不宜遲 今年先說一下對青年軍 先去圖 首先看到這個網站 其實都非常之推薦大家去支持這個網站 因為這個網站叫George Bird的Arsenal Yarnflav 其實就基本上所有青年軍的資訊和更新的 這個網站都非常之快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可以訂購這個網站先 我亦都會用這個網站的資源 這樣就跟大家去解釋 究竟今年的青年軍的狀況 首先第一件事 先說一下最普通的賽職 基本上U23梯隊方面 今年就拿了聯賽的亞軍 因為今年愛華頓的表現相當精彩 另外有青年粥種杯方面 去到第四圈就止步 然後U18就拿了南部區的冠軍 但就拿不到總冠軍 因為5比2就輸了比打比棍的 那麼大概青年軍的賽事 那麼三條梯隊就這樣 至於U18的PL級 就去到好像是四強就已經中了一部了 那麼今年的成績其實都尚算不錯的 起碼都有杯賽落袋 那麼逐個逐個球員來 做一點點簡介和總結 因為其實每一年我都會在PDF那裡 都會做類似的東西 那麼今年就希望用一個片段的形式 那麼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那麼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三十六號的Daniel Borlett 那麼今年Borlett其實的表現都不是說差的 那麼在U23的梯隊上面都 都間不中會有比賽的上陣 但是就比較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祖利奧斯華 Banshift等一堆 其實今年相對起輪換的次數 或者甚至乎之後的一些球員 在U18升上來的球員 都開始慢慢獲得龍甲寶的試用 所以Danny Borlett其實今年表現就不是說突出 但是其實這個球員本身的制空力 和地下的掃蕩力都很強的 認真那句 還有他也頗有死球的把握能力的球員 但是始終今年都還未獲得到龍甲寶的完全信任 成為固必然的正選 但是Talen是有的 那儘管看看下年會怎樣 但是如果你說一線隊有沒有機會見到他 我自己就會覺得比較問水的 那麼這個球員大家是覺得 我只覺得如果以評分來說 他是B的 但是又沒有什麼機會上一線 但是他是有Talen在的 然後就比力 比力今年就外借了去查爾頓 其實也都在現階段 也都會替查爾頓去這個 鷹冠的星班附加賽 即是鷹甲的星班附加賽 看看踢完這三場球之後 有沒有機會升上去鷹冠 比力今年其實都 都有趣的一個球員來的 因為今年借了查爾頓的初時 其實就安排了打回中堅的位置 其實表現也都不是說相當突出 但是有趣的是 將他推上去防中位置的時候 其實這個球員是做到查爾頓想做的 例如破壞 還有一些自己的引球推進 中距離的射門 都是表現得很好 那類似走路 是像張白絲那條路 但是就比較硬 比起張白絲 都比較粗 但是今年亦都受到不少的小傷患所影響 所以就今年都要留意一件事 傷患問題其實都很影響這個球員的前途 至於下年回不回到阿仙奴 或坐位呢 我自己覺得就空空的問題 始終如果要回來 和在一個價值上 張白絲都應該會先排過他 都很可惜的 因為這個球員認真來說 其實在U23 甚至乎今年外借去查爾頓 都獲得了不少好的評價 但是由於買了跟導師回來 其實跟他的類型很相似的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看淡 對於比例來說 但是今年在外借市場上 他表現是不錯的 OK 好了 跟著到下一個 T寶拉 今年不用想太多了 一個字 雙 雙多個踢 基本上U23的左閘位 其實都很少人用 龍甲鋪都拚到爆 有時都要拚一下祖里奧斯華 或者拚一下包毛 那些次選出來 令到其實U23 今年的左閘位的情況 本身已經是積弱的情況下 是更加令到別人擔心的 T寶拉也是那句 跟他大佬M寶拉都差不多了 在U23來說 還算可以滿足球隊的需求 但是這個球員已經看得出 有點操心大意 而且速度上也不是相當之快 在中堅的位置 他也不夠其他球員去競爭 所以預計這個球員 有機會會在一至兩年左右 離隊 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始終在阿仙奴的發展空間 就不會太大 好 接著就到包摩 包摩 大家知道 是BENNY的汽車工人出身 被魂家慰眼色英雄 就買了回來 其實都不是說沒用的 認真那句 但始終都是防守技巧非常之有劣 基本上可以說是另一個查奧爾 即是說速度快 但身體對抗性差 身體對抗性差 身體對抗性差 身體對抗性差之餘 亦都在單對單的落腳比較粗魯 經常輸佛球 經常輸王牌 對於整條後方來說 有一個這樣的球員 其實都幾大件事 因為他攻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知道 U23前面的三叉擊 其實都幾穩定的情況下 其實他再推上來 那個作用就不是太大 所以令到他發展空間也比較少 還有今年也有一個比較中期的傷患 所以今年其實他在龍甲保守武中的選擇 就不是說特別高 所以這個球員 我預計 當初好像簽了兩年半合約 應該下一年就會是他合約完結的一期 我覺得球會也有機會將他放棄 始終沒有辦法之下 是可以運用到這個球員的優點 找不到一個位置給他轉型 所以是有點可惜的 但是相信離了一隊之後 他自己的發展也不會爆得出來 那種球員 現在估計 然後到40號 Robbie Puyden Robbie Puyden 今年 原本由U18升上U23 升上U23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都會跟Charlie Gilmer 一起打中場中的位置 但是打中場中的位置 兩個球員都是那些技術流 box to box 那些 所以基本上形成了中間的掃動能力 或者被人拉扯的情況下會比較多 所以阿仙奴中路的防守 尤其是防中距離軟射 或者是中路的小組入圣 其實今年是一個很大的弱項 也都在幾場比賽那裡表現出來的 這個可以說 球隊不夠人 我只能說過 中場中的位置 應該說過不是不夠人 是沒有防守中場 總類的球員 就算有時候推了Bandschift 其實大家都知道 Bandschift 原本由中堅 然後推上防中 其實都是眼前一亮的感覺 但始終一個人 背不起整個掃動能力 所以Robery佩頓 其實你可以當他一個 比較平穩的發展 不過不失又沒有什麼亮點 一個陣容級的球員 但他不是一個 你見到有潛質可以提升上來 一線隊的選擇 所以這個球員我估計 接下來一兩年 如果之後合約完結的 也有機會被球員放賣 下一個 Charlie Gilmore Charlie Gilmore 都說過很多次了 一個中場中的球員 你當他 跟導師 就差不多了 他又有少少引球推進的能力 又有少少拆動的能力 但是那個走位 和那個貼身的防守 就相當之軟弱和差的 還有那個防守遮線的位置 也都不太好 但是奈何沒有辦法的 就是現在U23 是沒有一個正宗的防守中場 所以他基本上每一次都要被人 比龍甲布安排在偏後的位置 嘗試做一些 前線拉扯拆動的工作 但是 別人一按快反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相對提供後防的保護是零的 所以 令到 其實 令到球迷對他的印象 都比之前 他剛爆出來有潛力股的時候 其實都真的會 比較削弱了些的 所以Charlie Gilmore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他有機會在聯賽杯亮相 而不是打防守的位置 而是打前一格 好像 一線隊體系 藍絲box to box 這個球員 還有可看性的 但是期望 就不要太高 因為當 U23 浸久了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有時候 偶爾推上去之前的表現 其實已經 相對被比下去了 所以這個 我自己會覺得 都不是太過可以 令人期望 可以在一線裡亮相的球員 好 接著就到這個 這個 重要了 迪贊尼維老夫 之前幾年都說過 一入到阿仙奴 傷兩年 兩年之後 阿仙奴還跟他續約 其實現在都叫做 入選了馬其頓國家隊的國腳 大家都知道 馬其頓是一個什麼國家 他們有的球員 其實也都 不是太多 所以這個球員 本身在 阿仙奴 U23裡面 都叫做 有個 挺穩定的上陣機會 除了季美受傷的 這一段情況之下 其實今年都 幫到 U23 在後防裡 都有一個 不錯的表現 這個球員本身 就 不多高大 但是打反應那種 也都 有不錯的 出形的表現 所以 迪贊尼維老夫 究竟 下年 一線隊門將 沒有獅子 假設回收 馬天尼斯 回來做二號門將 三號門將 是哪一個呢 其實迪贊尼維老夫 都是一個 球會 可以考慮的選擇 但是 始終 他在U23的表現 就叫做 平平穩穩 不是說相當 突出 但是他的競爭者 這一個呢 就非常之大 馬馬士 馬馬士 今年就外借了 去英甲的普利茅夫 普利茅夫 基本上是 戶級的球隊 這支戶級的球隊 你也可以看到 馬馬士 基本上 除了他受傷 那段時間被人 搶到正選之後 其實之後 也都 因為二號選擇 受傷 而我又出來做正選 其實整個 都獲得了 普利茅夫的信任 還有每一場球 都有不少精彩破舊的表現 那一隊球的球迷 對他的評價 也是偏好的 其實龍門 沒有說分 哪一個聯賽打的 我自己覺得 總之有良好的表現 有保持到狀態 但是其實在現今階段 如果下季要我選擇一個 三號門將 留在這裏 穩穩陣陣的 我自己都會選擇 因為 因為 本身 他救十二馬 他真是有一手的 這個球員 還有都是打反應的球員 試過今年 其實你找回他的 highlight 也有些年舊 三年舊的神舊 都有兩三四次出現 所以這個球員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下年 他不是要求走 不是要求外借 他會是我自己的 第三號門將之選 之後就到這個了 Z Medley 今年其實就在歐霸賽場 或者是好像英超賽場 都好像出過一次 忘記了 總之是杯賽 一線隊的杯賽 其實大家都有兩個相 車路士之前的青春學院氣象 出到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些大大份 毛巾大樹 但是 這幾帳 出到來都是一些後備的時間 自己做到一些 跑動 掃動 但是都未經過90分鐘的洗禮 但是表現都令到球迷 留了少少少深刻印象 因為他推波 他會比較大 有一個步大力紅的感覺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在防守的部位上 都經常走漏球員 所以 在中堅位置上 我對他的信任 就不是太大 但是他就有多個好處 因為 可能是因為上一年的情況 就比較特別 在U18的情況下 沒有左翼的關係 就將他推上去打 結果 這個球員的突破能力 和布大力紅 反而在左翼上 是有所斬獲的 也都自己有一定的腳後功夫 所以也都獲得了不少的入球 那麼 那個多功能性 甚至今年都被人試過安排了 在一個 左閘的位置 嘗試去頂替 剛才受傷的 就是Tmora Tmora 所以 如果 這個球員 下年 我預計 會在杯賽中 可能都會有上陣的機會 但是 你說他是不是一個 適合升上來 一線隊的材料呢 暫時 以這個進步幅度來說 我沒有投下信心的一票 我自己就 好 Segmedley說完 那就下一個 Ripsy Nelson 不用多說了 今年借了賀芬鹹 正選就不是打很多 但是後備 經常有些打 後備出來的時候 季初就相當多些Sharp 長場有貢獻 下半季出來 其實都有些表現 亦都有作用 下一年 我都幾期待他回歸回來 因為始終浸完得甲的實戰經驗之後 其實 都到球會選擇的一個階段 在衛逼黑離隊的情況下 阿仙奴需要逆風 和彌補一些home groom的註冊名單來說 我覺得VC Nelson絕對是一個好選擇 亦都有權為阿仙奴的邊路 帶來一些 比較有突破性的進行方式 所以Ripsy Nelson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都介紹了三至四年 如果你這樣都不認識他 或者是不重視這個球員的表現 我只可以說 聽回之前我幾年的節目 或者看回之前的PDF 49 今年其實都特別的 最後一月的時候 由於衛逼黑受傷 亦都買不到一個新的第三中鋒回來 所以拒絕了幾間球會的報價 包括德甲的冒信家柏 英冠的布里斯托城 就留下了Natea 之後亦都獲得了一些小量的上陣時間 但亦都證明了這個球員本身自己的能力 相反留在U23的時候 這個球員就 繼續揹起U23的正前鋒責任 尤其是一些比較重要的賽事 當他出來的時候 場場亦都有波入有貢獻 在他被人抽到一線的時候 亦都有John Julis跟他頂住的位置 所以今年即使在U23的上陣時間 減少了也好 但因為場場有表現的關係 所以就非常非常鎖 所以亦都入選了 今年的U23PL2 最佳球員的候選名單 最後六強 去年他就得主了 今年就暫時入了候選名單 但是我自己就相信 今年未必 因為始終上陣時間比較少 亦都入球數字比上年低 所以今年入選 亦都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肯定 但是始終因為 一線分配就比較麻煩 那下年究竟怎樣 而今年上陣的時間 和出場的位置 我自己就覺得 下年都未必會有很多空間 給他發展 甚至乎現在 在現階段 已經有球會 向他發出借用的邀請的時候 所以下年我絕對覺得 他會短暫離開阿仙奴 尋求一線足球發展的機會 那阿仙奴歷年來 青年軍都出了很多的射手王 包括了艾科比 跟著之後的阿邦 跟著現在到這一代的NATL 沒錯 在青年軍的表現是非常鎖 但是一去到一線足球的時候 就不知有節奏 或者配合問題 其實球員的能力是大打折扣的 那我相信阿仙奴也不會 在這個階段 那麼輕易肯定這個球員的能力 或者將他留隊 作為一個技術的儲備 所以下年應該都會 放到其他聯賽 去做一些嘗試 去看清楚這個球員 究竟是否真正適應到一線足球呢 所以這個球員 我暫時目前為止 雖然大家都覺得 很有期望 但是我自己根據歷年來的 往直我自己會再看得 保守一點點 始終射手王這家東西 在阿仙奴的清分來說 上到一線隊又是另一回事 跟著就到奧路湖 奧路湖 基本上今年因為奧斯道道受傷的關係 就經常嚇串右閘 其實都叫做有板有眼的 但是就始終不是一個高質素的防守球員 他始終都是那些非洲球員 大大隻隻 牙身位很好 但是你說如果跟他打發 或者打身後位的話 其實都相當吃力的這個球員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看好 他會成為一個可以 給人提升上來的中堅選擇 但是未來這一年 即下年 我估計在U23裡面 都會有他上陣的機會 而且角色都可能會重 因為接下來 阿仙奴一線隊的中堅問題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中堅 會在U23裡抽上去 又或者U23根本上有一些 基本上已經練熟了的中堅 好像祖利奧斯華 會選擇離隊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奧路湖這類的球員 去頂住這個賽季 這個球員我只會說 只限是U23級別的球員 但是你說升上一線隊 我覺得就沒什麼可能了 下一個就是Toby O'Moley 其實基本上 跟奧路湖的情況差不多 不過他改踢的位置 就叫防守中場 今年在防守中場 跟加布試完兩場之後 就不知為什麼突然不用 但其實效果是不錯的 但當然這個球員 本身也是有一些受傷的情況 繼續來講 都是跟奧路湖一樣 始終都是 他是一個比較綜合的球員 但是沒有一樣東西是比較突出 也都見不到一個重點培訓的方向 所以這個球員我自己預計 都是接下來繼續都是在UT隊 擔任一些輪換球員的角色 至於會不會升上一線隊的機會 我自己覺得很低 很低 也都不足夠其他球員突出 你可以說 每一隊的清分都有參差不齊的情況 而這兩個球員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一個陣容級的球員 而不是一個潛力級的球員 下一個就是奧斯杜杜 奧斯杜杜前年就絕對非常之適合 但今年就飽受傷患之苦 基本上都不斷停賽 然後復出之後 又因為一技的魯莽 紅牌又停了三場 所以今年的上陣時間非常之少 但是這個球員本身的高速 爆發力 做功能力非常之強 甚至回防 單對單的速度都非常之高 所以目前為止 在現在阿仙奧清分隊的防線 這個球員依然是我相當看好 他擁有少許機會進入一線 但是在上一場 對華倫西亞的主場聯賽的場案裡面 其實球員也都已經主動提到 其實他現在覺得 他也是時候要去外借吸收一些經驗 希望可以在外面鍛鍊一些防守的經驗 其實也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其實貝爾瑫之前也借過去 屈福特帝一季 有表現 然後回來再等待機會 也不是一件壞事 那奧斯杜杜 我自己都覺得 如果夏令某然將他抽上一線隊的話 其實對球員的心理壓力也會大 所以夏令外借 我這個我會都 幾同意這個選擇和方式的 希望這個球員可以踢得好一點 那麼 回回來 因為其實真的見著他 大見著他進步 也是一個可造之才來的 那麼 下一個 祖利奧斯華 今年就一線隊見過他的 其實是一杯賽 因為之前借了兩季西月 今年回來 甚至在杯賽裏面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失禮 甚至乎 在於阿森也一點都不失禮 不過可惜據聞 將合約就今年完 可能會自由身離開 但是其實幾場見到他 其實真的這個學員 其實用得 甚至乎比剛剛相伏出的馬佛路鵬老師 那個表現其實更加穩定 甚至乎他踢得右閘後臂的時候 其實 加上他本身是一個 雖然是西班牙籍 但是因為祖利奧斯奴 其實是一個 HOMEGRAM資格的球員 那麼 如果今年放得走 讚堅信 為什麼不續這個球員 放回他這個位置 讓他客串一線隊 我自己就 有些不得其解的 這個球員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說 他新來的時候 其實背負壓力比較大 叫做新佩奧爾 但其實踢落就不是的 但是 這幾年擺脫了傷患之後 其實進步幅度都非常之大 那麼 即不留我自己 就會覺得有些可惜 還有這個 你會見到是 還有提升的空間 還有一線隊 我自己都會覺得 是可以開始嘗試 在一些背賽 或者對一些榜尾的球隊 他 他的效果應該都會 跟利捷斯蒂娜 或者讚堅信 有不同的優點 他應該可以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今年其實 他 在一線隊的機會比較少 我是覺得比較可惜的 所以 希望他可以成功逐約留 我也不希望其他球員 撿到他 因為撿到他的時候 這個球員 我自己覺得有潛力 可以提升一至兩個Gray 好了 這一節 現在25分鐘 我都講到有點口乾 不如這樣 下一節回來 我們講Band Shift 好嗎 下一節回來見 多謝你收聽Rekazine的節目 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最好Subscribe我們Youtube頻道 最好打上我們 打上一下 令我們做得更好 亦為Rekazine籌務營運經費 PayPal帳 MemberAtRekazine.com.hk 或者匯豐銀行 652-593-039-838 Rekazine New Media Company Limited 小小打上 多多支持 多謝支持